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定理转发我们节目 点赞留言打赏 对我们私房茶老酱香酒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少少二维码了解一下 穿着这些衣服 摆纳衣 我有一个大和尚的朋友 很喜欢穿这样的衣服 当时他已经走了 骑着大白马云流去 我喜欢是应景 因为现在要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 穿着这些白纳衣 吃百家换 也是老杨到处说的本分 前南华早报总编辑王向伟说 如果要对事实遮遮掩掩 只是一位唱好 又怎么可能恢复信心呢 这是他个人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看法 在舆论产向 现在已经引起了很多的反响和共鸣 彭博社的星期天 12月17号 报道展望2024年 大多数华尔街银行能对中国股市保持乐观 结果很多银行已经下调一期 并预计MSCI中国指数 仅出现各位数的涨幅 随着中国加大对房地产市场的刺激政策 变向更多的经济领域注入资金 市场再次揽起了对2024年情况会更好的希望 不过报告说 今年市场的期望比往年要低得多 特别是去年 去年年底 美国投资银行高盛集团摩根大通和摩根斯丹里就预测 随着北京取消严格的疫情管控的措施 MSCI指数的年涨幅至少为10% MSCI中国指数 是由摩根斯丹里编制的跟踪中国概念股票表现的指数 然而 中国股市的表现并未达到已期 尽管美国日本印度股市今年上涨 但中国股市却一直表现疲乱 这个月有可能连续第五个月出现创纪录的外资的流出 有报道说 华尔街今年对中国股市错误的热观情绪 可能是由于低谷的消费疲乱 长期住房问题 以及地缘政治紧张等不利因素的严重程度 以及高股的当局增加财政支出的意愿 随后看到很多中国的 很多看多中国的机构开始做调整 摩根大通首次调整 而中国2023年的经济增长预测 摩根斯丹尼今年8月把中国股票从超配调整为平配 不过报道指出 尽管许多银行已经下调已期 并抑制MSCI中国指数仅出现各位数的涨幅 但大多数华尔街银行能对中国股市保持乐观 这报道也很含蓄的说 他们的观点看起来在去年非常相似 进一步的政策支持 盈利动力的改善 以及低廉的估值 摩根大通的分析是说 在宽松的支撑下 预计缓解性反弹要持续到2020年初 我们知道大行并不是上帝 他们说的和他们各自的算计 都是有千师万里的关系 在每一个大行的岗位上 我们都可以随便找到历届 中共高层的子女儿孙的踪迹 那本身就很说明问题 前南华早报总编辑王向伟 对中国2023年度的中国经济工作会议 有一个基本看法 就是一句话 如果要对事实遮遮掩掩 只是一位畅好 又怎么可能恢复对经济的信心呢 就像全球投资者 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会议之后 每个人都要机械翻页 他的经济评估报告 寻找有关利利的暗示一样 中国的分析师们 一样虔诚的态度 对待中国一年一度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新闻稿 寻找措辞语气的变化 揣摩下一年度的经济中 多费劲 但是人家就喜欢这么玩 中国的分析人士试图解一解 一个词先立后破 这是新词 但字面意思是先去立新的 然后再会去救 中国领导人最近的制定 明年政策改革议程的指导员之中 也引进了先立后破 先立后破之外 还有稳中求进 以进出稳 有些分析人士 对新流行的概念 引入感到欣慰 认为这是一个线索 表明中国政府将在明年 更加重视增长 努力在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双重目标之间 找到更好的平衡 但是真的很多人没有办法确切理解 先立后破这个词真正的含义 哥们 中南海的滚滚猪公 他们到底想建立什么新呢 新的是什么 他们想废除的旧又是什么 就得负责这句话英文翻译的新华 熟悉领导人思想的新华社编辑 到今天也搞不清楚 在12月8号 中共政治局会议的英文报道中 新华社把这句话翻译成优先发展 然后再解决问题 但经济工作会新闻 搞了英文版 却是先立新 后破旧 2021年 政治局的会议 第一次提到先立后破 只是担心去探减排 会影响严重的电力短缺 2021年的年度工作会上 领导人的新闻稿 继续讲到这句话 大概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所以有些分析人士就会猜测 这一个流行的词 再度出现在公报上 表明中国政府 对如何应对下滑的房地产市场 不断增加的地方政府债务 陷入困境的中小城市 商业银行的解决 有新思路 而这就是北京 为恢复经济活力 有需要面对众多挑战的 三大主要困难 疑似乎由学者站出来来诠释 先立后破可能预示着 房地产市场政策的改变 因为在房地产市场价格下跌的情况下 一些主要开发商违约 而且已经不断的违约 这阻碍了中国在2024年 刺激经济扶苏的努力 王向伟 也在我们前两天的报 节目中也谈到了 先立后破 并不是唯一让人感到困惑的措辞 工作会议声明中 还有一句更令人费解 让人费解的话 在着重强调加强宏观经济导向一致性的段落中 声明指出 要努力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得一致性评估 强化政策统筹 确保同项发力形成合力 问题就来了 什么是非经济政策呢 是不是指那些阻碍私营企业和外国投资者发展的行政政策 比如针对民营企业和外国企业的莫名的罚款 突袭和其他行动 包括边控 这些行动其实已经使得了中国做生意的风险 是越来越大了 上海市的电子版这个报纸叫澎湃 在星期三的社论说 他说这句话显然 是指的是民营企业为代表的市场主体 在经营过程中受到了环保消防教育 劳动安全和自然资源等方方面面的监管 行政行为的阻碍 许多措施是属于非经济的政策 迎来 大家也看到 对民营企业的信心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王向伟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 为什么中国领导人不详细明确的解释清楚呢 尤其在企业信心如此低迷的情况时下 中国领导人在为经济实现经济复苏拍手称快的时候 也应该成为他们遇到的信心问题 所以才会出现一个新的流行语 叫增强信心 那好了 增强信心中国有关方面 应该如何做到这一点 显然找到了一个方案 这两天大家都知道了 要加强经济宣传和议论导向 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 那好了 给外界的很多印象 经济没问题 一点问题都没有 只是中国的宣传机器做得不好 实际上中国国家媒体 对经济光明前景的报道评论 太多了 这段时间 那好 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的 似乎是针对那些网络大咖 和为券商咨询公司 智库客户撰写研究报告的分析师 网络大咖又发表了 坦率诚实的评论不少 他的社交平台就被暂停 分析师被警告的 撰写有关中国经济的文章 要小心谨慎用词 有一个香港的基金经理 告诉王向伟说 当中国券商的销售人员 来见他们的时候 他们首先会用非常漂亮的抛判 这个PPT 来掩饰中国经济的光明前景 先畅想光明论 掩饰结束以后 他们才会分享自己 真实的忧虑和看法 王向伟说 如果要对事实遮遮掩掩 不允许不同意见 又怎么能挥回信心 难怪 在经济工作会议会后的 第一个交易日的星期三 香港和内地股市 都跌了 啪啪的跌 我做借题发挥啊 第一 王向伟的疑惑 其实也是很多人的疑惑 越来越混淆不清的概念词汇 不断的乘处不穷 增加了外界对中国经济形势 解读的难度 领导人不讲直 讲白 不是他们要顾弄玄西 因为只有这样 让你想不明白 才能体现伟大领袖的水平 第二 经济形势不尽人意 可以理解 瞎折腾之后的波乱反正 我试图纠错 也可以理解 但这困难之际上下其心 其力断金 只凭借几个伟大领袖 或者几一个领袖 几个智囊拍脑袋 几个智囊揣摩上意 小心意的建言宣策 解决不了问题 摆脱不了困境 第三 坦率面对问题 即使管异 哪怕听到的是尖锐的批评 都是忠言逆耳 你虚心向教放下身段 认真请益 不一定要三顾茅庐 那你也可以 即使广益 上下其心 化解矛盾 最终走着困境 这么浅显的道理 过去的十多年 就是不愿意想明白 第四 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 如果能解决实际问题 我们都说过 我们一定 也会跟着大声的唱 问题是 历史经验也证明 光张开嘴巴 隐含高歌 没却用 1976年 有一首歌唱遍 唱响神州大地的歌 叫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整首歌就一句话 就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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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歌 流行不到半年 毛泽东逝世 四人帮被捕 文化大革命被彻底火定 十年浩劫 也因此结束 唱 没调用 还是要干 第五 王向伟那句话 给人的印象很悲催 如果要对事实 遮遮掩掩掩 不允许不同意见 又怎么能恢复信心呢 第六 国安部 上纲上线之后 只是进一步证明 中国经济问题 当前的严峻程度 和危机的深度 如此这般 都已经打成 一个政治定性 谁也不敢喘一口大气 路人侧目 也就蔚蓝成风而已 最后一句话 但凡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 但凡国安部 把工作重心转移对内 就不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兆头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